中国通缩日益恶化 今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 创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即使新年假期 民众消费回升到疫情前水准 但彭博社记者分析 这并不能抵消在耐用品销售的疲软 更担心这只是昙花一现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面对中国通缩 美国担忧 中共会将过剩的产能输出海外 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像是电动车 太阳能板 和锂离子电池等清洁能源领域 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代表团近期访中时 明确向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 中共官员表达担忧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表示 我们担心中国工业政策和整体经济政策焦点 放在供应面而未考量到需求面 恐导致产能过剩 对中将冲击全球市场 价格下滑的现象输出到国外的市场里面 使得某些国家某些产业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譬如说欧洲电动车 譬如说其他国家的这个 包括钢铁啊 石化 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未来对于国家 还有各种产业的启示 就是要重视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因为它现在面临的状况 并不是单一事件或短期的问题 而是长期结构性的影响 学者也示警 台湾对中国的出口 虽然较多是高科技电子业 但对中国出口 仍占台湾出口的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下行也将影响台湾 虽然台湾由于高科技业 服务业复苏 弥补中国经济下行的负面影响 让台湾经济较为稳健 但不代表中国负面影响并不存在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本期字幕并不存在